Hello大家好 我是KNLHobby的小金 一个爱模型 爱科技 爱生活的小金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模型开箱呢 是一款 与帆务王原创的这一个 1比35的这个英雄女兵的 传奇战士的这样一个 数字兵人的一个模型 编号是YFWW-2011这款 我们直接打开看一下吧 他这个写的是这个 金国英雄连传奇战士 但是说实在的这个 因为本来战场上的女兵不是很多件 很多都是负责宣传 或者是后勤之类的 这个金国的话 他用到这个词的话 我不确定 他是不是中国中国女兵啊 但看这个装罐是有点像的啊 好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 啊 这是一个啊 一个发号单啊 这个就不看了 好 这边打开 这是一个好评的话就会有什么小礼物啊 不是啊 送小礼物啊 不用好评也有啊 然后这边有一个赠品 就是一个一个磨砂的这样 不是 一个砂子一样的啊 打磨棒 打磨棒 这个还是给它捏上去吧 到时候给客人一直弄过去 我的手机来一套短信啊 不过不用管啊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包装有点 怎么有点恐怖的感觉啊 镜头拉近一点啊 因为这个1比35的这个比例是比较小的 这个怎么不是 这个盒子有点特别啊 这个我有点鬼怪的感觉吧 啊 这好像是骷髅头啊 是冥王吗 大家有没有知道呢 不是太懂啊 这万一 这边是谁啊 这个人怎么有点像 不知道谁啊 打开 这里有一个 写的是什么龙 Dragon Rabbit Resin 龙兔 龙兔树脂 他换包装了 现在啊 看一下啊 这里还来了一句话啊 这个大家看一下有点小这个事啊 我把它进入推进一点 这个包装我是第一次讲 以前都是有那个logo的 或者是有这个产品的图画在这个外面的 大家看一下他们写的句 这啥啥想一句话不太懂了啊 不管了 啊 这可能一下他logo的时候 如果你喜欢什么 啊 模型啊 请玩这个 呃 什么什么players 请玩这个兴趣的模型和我啊 与帆的作品啊 不知道啥英文就行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 有哪些东西 我们都倒出来吧 啊 有一个沙子啊 好像在里面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主体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镜头拉紧啊 尽量拉紧 这个沙子咱们就放一边吧 看一下啊 首先是这个啊 看一下啊 这是一个他的女兵的这样一个本体啊 就是虚干的部分 看他脖子上还有一个这个围巾 啊 葡萄围巾也可能是那个啊 是洗脸巾啊 因为那个 呃 这个应该是七八十年代有可能 或者更早一些的这个时候的女兵造型啊 因为他还打 腿上打着绑带的那种啊 呃 应该是这个毛巾吧啊 毛巾毛巾 这样吸汗呢 或者怎么样啊 然后 从这个专门上看啊 嗯 应该是 有点像 这个 中越自卫反击站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造型啊 有可能是上 我不是太太清楚 有点像啊 然后这个是他的 呃 一个水壶吧 还有这个头盔 好 这边的话是他的一些附件 我们看一下 啊 一些啊 帆布包 一个有一个毛手楼弹 呃 前面的啊 弹夹 还有公文包 有点虚啊 不好意思啊 啊 然后这边就是 他这个 呃 四肢的部分啊 你看他腿上都打了这个打 嗯 绑带啊 这个造型我就不确定是是什么时候的啊 中越最饭你站的时候也呃 尤达绑腿吗 我没有我镜一下你应该是没有啊 这个是什么时候造型 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告诉我一下 然后这个手手臂啊 看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好像也是这个弹夹子对的吧 啊 还有这个啊 啊 这是一把 这是一把 AK47啊 是不是81杠啊 我不是很确定啊 是56还是81啊 可能是81吧啊 我也不确定啊 我记得我大学军训的时候 打把的时候 打的是81杠啊 但我不太记得是不是这个啊 好 咱们今天的开箱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啊 1比35的这样一个 啊 叫雨翻物丸原创的编号 YFWW 这个 呃 2011的这一块啊 1比35的这一块 啊 叫 啊 英雄女兵传奇战士 啊 这样一个啊 数字冰人的模型 啊 OK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KML 画面小金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一定要记得啊 关注我啊 给我点赞 谢谢大家 拜拜